港鐵油麻地站列車車門殉脫 經過通宵長修,全灣線列車服務恢復正常 亞洲七人籃球坐在仁川站 主辦機構將香港的示威局 當作中國國歌播放,特區政府提出抗議 習平平今日,將會與拜登在印尼巴黎會面 拜登說希望釐清彼此的紅線減少誤闊 大家好,我是王永奇 港鐵傳網線由麻地站列車車門鬆脫 轉向架偏離路軌事故 經搶修後,全灣線列車服務恢復正常 在朝早繁忙時段,港鐵在油麻地站增派職員維持秩序 有警員巡邏 港鐵清晨5點鐘公佈 經工程人員通宵努力,完成油麻地站的復修工作 而全灣線列車服務早早恢復正常 頭班車案時間表如常開出 而在紅磡站,市民亦如常乘車,人流與平時相約 又在油麻地港鐵站上車的乘客說 不擔心列車再出異議 港鐵車務總監李嘉潤 郭文說,同攝氏列車碰撞的金屬組件 是屬於路軌抽風系統等設施的湖蘭 還會聘請外來專家查找事故成因 湖蘭在隧道裏面是一個裝置,是一個金屬結構的裝置 這個裝置背後是有一些軌道的設施 例如一些我們抽風的系統等等 在網絡裏面市區線有30多個位置有這些裝置 我們工程人員都做了商業的檢查 來確保他們今天的營運是妥當的 都會深入去研究去調查 我們從幾方面去看的 譬如他的維修的安排 還有他一直以來使用的情況 他有沒有損耗等等 還有看看他的設計本身的原概念是怎樣 港府對於亞洲七人籃球系列賽人村站 主辦機構將反修例事件中的示威歌曲 當作中國國歌播放 提出抗議和強烈不滿 港府說昨日在南韓人村舉行的 亞洲七人籃球系列賽第二站 香港對南韓的決賽中 主辦機構將一手和2019年黑暴浪潮 和港獨示威有密切關聯的歌曲 當作中國國歌播放 政府發言人說 國歌是國家的象徵 主辦機構有責任確保國歌得到應有尊重 昨晚已書面要求香港籃球總會嚴正處理事件 並向主辦機構、亞洲橄欖籃球總會表達極度不滿 主辦機構已向香港籃球總會致歉 他們確認香港代表隊教練 向他們提交的國歌錄音正確無誤 或是初級人員的人為錯誤 而主辦機構在賽事完畢後立即公開自協 並且在港隊贏得冠軍之後的頒獎禮上 播放正確的中國國歌 一隻野豬早早闖入西環西區警署旁邊的空置宿舍 再由天台度下 觀眾提供相片 見到野豬在天台邊緣 在朝早8時半 有居民發現一隻身長大約1.5米的野豬 在空置的警察宿舍天台陪回 警員接報首次盾牌戒被上樓巡查 之後發現野豬由天台墮下 而野豬的屍體由相關部門檢走 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會在印尼巴黎 會悟美國總統拜登 在中美領袖近兩年來首次面對面會談 拜登說希望釐清彼此紅線減少誤判 而中方說美方應該妥善管控分歧 推進互利合作 美國總統拜登昨晚乘搭專機空軍1號 重簡報制金邊飛底印尼巴黎 預備出席星期二起一連兩日的二十國集團峰會 今天他會先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 這是拜登去年1月上台以來 和習近平第一次面對面會談 拜登較早前表示自己和習近平互相了解 我認識習近平 我花了更多時間和其他世界的領袖 我認識他很好 他認識我 我們有很少的錯誤 我們只需要解決哪些紅線 拜登說會和習近平進行坦率的討論 不會令雙方的立場有誤判 認為這樣對兩國的關係至關重要 拜登上星期指出美國尋求競爭而非衝突 和習近平對話是希望釐清美中各自的紅線 理解雙方關鍵利益以及出現衝突的時候應該怎樣解決 但拜登強調美方不會有根本性讓步 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兩國元首會面可能會持續幾個小時 拜登希望找到兩國能夠就實質議題合作的範疇 白宮發聲明說拜登會在會面之後發表講話 並且回答記者的提問 在北京 外交部說中方始終按照 習近平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三原則 看待和發展中美關係 主張推動構建中美正確相處之道 同時堅定捍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美方應該與中方雙向而行 妥善管控分歧、推進互利合作 避免誤解誤判、推動中美關係 重返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無線電視記者陳雨喬報道 先休息一會 待會有其他消息 歡迎新聞時間 港股做好,恒指曾經升穿萬八點關口 分析如其多項利好因素 能夠支持港股後市走勢 如果美元進一步走弱 美國債息下跌 我相信這個對港股來說 都會繼續有個支持 另一方面就是內地的政策都是比較多 除了這些利好政策之外 大家就看看中美兩個元首的會面 究竟會不會釋放到一些正面的氣氛訊號出來 如果這個因素都是的話 恒指我相信有機會 去試一萬八千二的水平都有機會 短期的大市我相信都是 大漲小匯的格局 走勢雖然反覆些 但我相信恒指下來 是一萬六千八都會有個支持 恒生指數最新部 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一點 升五百零五點 總成交超過一千二百五十九億 最活躍港股 騰訊空股升七個六 美團升一個六 恒生中國企業升兩元 阿里巴巴升個二 碧桂園升九號一 碧桂園服務升三個六號四 香港交易所升十一個四 淫富基金升五號三 中國平安升三元零五千 京東集團升十一半 再看其他主要籃銷股表現 匯豐控股升兩毫半 有幫保險升三元 中國移動升一毫半 香港交易所升十一個四 香港中華煤氣升一毫三 恒生科技指數報 三千六百十五點 升一百二十三點 互港通額度使用方面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余額大約是四百二十一億 而投資內地A股的互股通 每日額度余額大概是四百五十二億 而至於深港股的額度使用 內地投資港股的港股通額度余額大約是四百一十一億 而投資內地A股的深股通 每日額度余額大約是四百五十三億的民幣 內地股市上證綜合指數升二十三點 深證成份指數是升七十三點 據報銀行和銀保監會下發促進內地房地產市場 平穩健康發展的十六條措施 為內房提供更全面的金融支持 內地傳媒報道文件涵蓋六方面的主要內容 包括支持開發貸款、信託貸款等融資渠道 支持政策性銀行提供補交樓專項貸款 允許房企貸款展期以及支持各地合理確定 當地個人房貸首付比例和貸款利率政策下限等等 另外彭博報道 內地股份制銀行也將進一步加大支持力度 年內為房地產行業提供四千億人民幣的新增融資 其他消息 美國民主黨贏得參議院五十席成功保住控制權 民主黨參議院領袖舒默認為 反映選民拒絕共和黨獨裁政治 以至於眾議院控制權仍然有變數 共和黨未確定穩奪過半數218席 眾議院議長民主黨的佩洛西說 民主黨不會認輸 美國內華達州民主黨的馬斯托成功連任參議員 星期日發表勝利演說 說選民表態反對共和黨對墮胎 以及醫療保障等議題的立場 Nevada has rejected the far-right politicians working to divide us We rejected their conspiracies, their attacks on our workers and their efforts to restrict our freedoms 馬斯托為民主黨奪下參議院第五十個議席 意味著無需等待坐治亞洲次輪投票 已經確定民主黨控制參議院 民主黨參議院領袖舒默 亦都說選民不支持共和黨 We won because the American people rejected the kind of autocracy 那些民主黨參議院領袖的反民主 孫默又批評很多共和黨人做反民主的小動作 例如聲稱上屆總統選舉又舞弊 但沒有證據 又支持或者接受 例如衝擊國會等暴力行為 至於眾議院的選情 仍未完成點票 目前民主黨取得205席 共和黨就有211席 距離過半數的218席 還欠7席 加州是民主黨票倉 今屆在眾議院有52個議席 目前民主黨奪下其中34席 共和黨取得6席 仍然有12席未有結果 兩黨各有6席暫時形勢佔優 成功連任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說選情緊湊 民主黨是不會認輸 有輿論說民主黨領導層老化 82歲的佩洛西強調自己仍然心具影響力 暫時沒有計劃退下來 除了佩洛西之外 總統拜登在接下來的星期日就80歲 而71歲的舒默就比較年輕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 內地城市瀋陽興起一種金屬製的字語系樂器 外形似飛碟但聲音純正 我們一起了解一下 這個瀋子飛碟的金屬製品就是手碟 是一種年輕又新潮的樂器 它由兩個半球型的幹部組合而成 而千年在瑞士誕生 一經文誓就大受歡迎 沈陽自由音樂人齊遠歸 在2002年和手碟結束 他說當時想在中國買一隻手碟非常之困難 隨著手碟慢慢走向世界進入大眾視野 越來越多人被它純正又空靈的聲音吸引了 其他手碟的樂器 不同於其他打擊樂器 手碟被稱為字語系樂器 因為它的聲音的共鳴 特別的貼切於它自然 它的聲音空靈天賴 所以聽上去更使人容易靜下來 安靜下來 所以它很多冥想 我們叫音療 這方面上特別有它的幫助 是在自己的工作之餘 它能使我就是心靜下來 使我很開心 學手碟給人感覺就是比較放鬆 比給你的心靈上來講一種洗禮 手碟的入門門檻非常低 老笑咸儀 一般在十幾堂之後就可以熟練掌握 加以練習就可以獨立演奏歌曲 無線電視記者廖淑儀報導 大家好,我林可盈 國間主席習近平今天會在印尼 巴黎回應美國總統拜登 是拜登上台近兩年以來 中美領袖第一次面對面會談 拜登說希望釐清彼此的紅線 減少誤判 白宮透露,拜登會上將會表明 美國不尋求衝突和對抗 中方就說 美方應該妥善管控分歧 推進互利合作 美國總統拜登昨晚乘坐專機空軍一號 由簡報債金邊轉抵印尼巴黎 準備出席星期二起一連兩日的二十國集團峰會 他今天會先和國家主席習近平會談 將會是拜登去年一月上台以來 中美元首第一次面對面會談 預計將會討論台海局勢、俄烏戰士、北韓核問題 以及美國出口限制等議題 拜登早前重新 期望在會上為美中關係界定郭志鴻先 避免誤判 我認識習近平 我花了更多時間 我認識他更多 他認識我 我們有很少的錯誤 我們只需要解決哪個紅線 和哪個最重要的事情 拜登上星期指出 釐清美中各自紅線是為了理解雙方關鍵利益 以及出現衝突的時候應該怎樣解決 但拜登強調美方不會有根本性的讓步 北京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形容 今次回談被拜登有機會坐下 和習近平坦誠同直接交流 會面可能持續幾個小時 拜登將會表明美國準備好和中國激烈競爭 但不尋求發生衝突和對抗 並希望嘗試找出可以負責任地 管理美中關係和兩國競爭的方法 以及兩國可以合作的實質議題 但強調包括美中等所有國家 應該遵守已經完善建立的規則 包括航行自由和公平經濟環境 以及避免使用脅迫或者侵略等等的行徑 北京外交部說中方始終按照習近平提出 北京外交部說中間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個原則 看待和發展中美關係 主張推動構建中美正確相處之道 同時堅定捍衛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美方應該和中方相向移行 妥善管控分歧推進互利合作 避免誤解誤判推動中美關係 並未重返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無線電視記者宇明卓佛道 回來本港港港鐵全灣線油麻地站列車車門鬆脫 轉向架偏離路軌試過 徑長修之後 全灣線列車服務朝早回復正常 朝早繁忙時段 港鐵油麻地站的月台人流不算太壁 港鐵加派職員試測情況 和維持秩序 亦都有警員巡邏 在出事的月台路軌 見到安裝了新的部件去固定路軌 港鐵清神說 經工程人員通宵復收 全灣線包括事故之後 暫停的麗境來往佐敦列車服務 朝早恢復 我不用太擔心 因為它不是一百部車 八部車有問題 地鐵給人走應該都相信沒有問題 在麗境站服務也正常 乘客如何保障安全呢 儘量走進一點 不要在車門附近 又不是太擔心 這些都是特殊的意外 在紅磡站 人流和平時差不多 做了十分鐘左右 但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都沒有特別擔心 事情沒有大家都想的 昨天早上九點多 由麻地站有列車車門鬆脫 全灣線服務受阻 港鐵說 涉事列車和路軌旁邊的 金屬結構裝置發生碰撞 導致列車偏離 無線電視記者楊培思報導 港鐵車務總監李家潤說 同攝氏列車碰撞的金屬組件 是屬於路軌秋風系統等設施的 在網絡裡面 市區線有三十多個位置 有這些裝置 我們工程人員做了相應的檢查 來確保他們今天的營運是妥當的 都會深入去研究去調查 我們從幾方面去看 譬如他的維修的安排 還有他一直以來使用的情況 他有沒有損耗等等 還有都看看其實他的設計 本身的原概念是怎樣 昨天由麻地站列車事故之後 大約600個乘客由月台疏散 另外有大約150人 經車尾緊急車道離開 沿路軌步行到旺角站 港鐵說將會檢視整體疏散安排 乘客打開了緊急車道去走路軌 走路軌的時候 乘客自己沿著全灣線的路軌 走去旺角站 我們得知了之後 亦都派了同事在旺角站 去幫助乘客 我們之後有一個巡查 在路軌 亦都確保是沒有人員在下面逗留的 每單事故都有一些不同特殊的地方 車頭車尾那個緊急出口車道 都是讓乘客在緊急的時候 可以盡快來到車廂 都要看一看事故的情況 才會知道在哪一邊下降是最快的 港府對於亞洲七人籃球系列賽人村站 主辦機構將反修例事件裡面的示威歌曲 當作中國國歌播放 提出抗議和強烈不滿 港府說 昨天在南韓人村舉行的 亞洲七人籃球系列賽第二站 香港對南韓的決賽裡面 主辦機構將一首和2019年黑暴浪潮 和港獨示威有密切關聯歌曲 當作中國國歌播放 政府發言人說 國歌是國家的象徵 主辦機構有責任確保得到應有的尊重 昨晚以書面要求香港籃球總會驗證處理這件事件 並向主辦機構亞洲監籃球總會表達極度不滿 主辦機構已經向香港籃球總會自協 他們確認香港代表隊教練向他們提交的國歌錄音是正確無誤 或是初級人員的人為錯誤 主辦機構在賽事完畢之後立即公開自協 並在港隊贏得冠軍後的頒獎禮上 播放正確的中國國歌 香港籃球總會也對事件表示強烈不滿 說已經收到主辦機構完整解釋 雖然相信是人為錯誤 但是說錯誤仍然是不可以接受 為了打擊樓宇管理相關的貪污行為 廉署和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制定了相關指引和守則 給物業管理公司 如果違反可能不獲續牌 保安當間通常都不會離開所屬的物業 不過去年一種串謀欺詐案件 就有人沒有上班 騙多份薪金 一對母女在同一個公共屋村做保安 其中做保安主任的媽媽 多次為個女兒打卡簽證 個女同時去任職示認 透過這個俗稱鬼公的安排 騙了公司三萬七千元酬怒 最終母女罪成判了社會服務令 同歸還騙取的金額 保安或者是清潔那些牽涉很多前線員工 都是在外間工作的 可能你未必知道他去到哪裡清潔 或者有些是夜間的保安員 是夜間去做巡查的 那這些可能都是因素令到 美國307宗這類涉及樓宇管理的貪污投訴 當中超過八成六屬於可以追查 以採救、保養維修、保安服務等佔最多 物業管理業監管局去年7月推出 防止貪污事業操守守則 規定物管持牌人需要訂立誠訊管理政策 例如舉報華爾違法行為的機制等 公司也要提供誠訊培訓 提升管理人員的防貪意識 如果違反守則會有什麼後果呢? 如果涉及一些條例來講 而它是持牌 我們都會做一個紀律言順 最嚴重的就是牌照沒有了 也都會影響將來 其實它想繼續拿牌的時候 都是有這個紀錄 涉及公司或者個別的持牌人 現在是有這條法例 如果我不提醒你 而你不去跟的話 你可能會影響到管理公司的評級 甚至在續牌方面會有影響 管理公司那方面也會更加嚴謹 陳志求說相關指引 除了能夠統一業界標準 亦能夠保障物管公司 和業主立案法團等持份者的權益 無線電視機者葉朝雅報道 又四一站 稍後回來有其他消息 政府就立法強制舉報若疑個案向立法會提交文件 建議將罰則定為監禁三個月和罰款五萬元 有議員就質疑懲罰過慶 事務委員會都有討論判處監禁三年的罰則水平 罰則一定要從言不從寬 要頑固一下在香港現有法例當中 有一些類似很嚴重的罪案 知而不報究竟它有什麼罰則 譬如說在其他地方你發現它是混毒 或者它從事一些恐怖活動 而你知道你不去報那罰多少呢 都是罰最高三個月監禁的 但大家都要理解的 我們強制要舉報的人 包括社福界、教育界、醫療界 這些全部都是專業人士來的 其實你不要說監禁他三個月 其實他監禁他一天的話 對他的懲罰都很大 他可能斷重了他整個專業的 一隻野豬早早闖入西環西區警署旁邊的空置宿舍 再由天台墮下 由觀眾提供的照片 見到野豬在天台邊緣 早近八點半 有居民發現一隻身長大約一點銀米的野豬 在空置的警察宿舍天台陪回 警員接報手持盾牌戒備 上樓巡查 之後發現隻野豬由天台墮下 野豬屍體由相關部門檢走 轉態金融行程 恒生指數中五收時系部一萬七千八百三十一點 升五百零五點 總成交超過一千二百五十九億 最活躍港股 騰訊控股升七個六 美團升一個六 恆生中國企業升兩元 阿里巴巴升一個二 碧桂園升九號一 碧桂園服務升三個六號四 港交所升十一個四 營富基金升五號三 中國平安升三元零五仙 京東集團升十一個半 再看其他主要藍籌股的表現 匯豐控股升兩號半 油邦保險升三元 中移動升一號半 港交所升十一個四 香港中華煤氣升一號三 恒生科技指數報三千六百一十五點 升一百二十三點 內地股市上證綜合指數升二十三點 深淨成分指數升七十三點 其他消息 內地新增一萬六千零七十二宗 新冠病毒本地港銀 較前一日多一千三百幾宗 廣東疫情嚴峻 新增四千六百四十八宗 廣州佔超過九成 海珠區政府說 封控措施取得一定成效 即日開始解封部分區域 指定區域內的地鐵和巴士恢復營運 餐廳亦可提供道店自取和外賣服務 而其餘區域就會維持現有防疫措施 去到星期三五夜十二點 另外 潘嶼區延長封控去到星期三五夜十二點 黎灣和月秀兩區就延長到星期五五夜十二點 河南新增三千零一十四宗 重慶二千二百九十七宗 內蒙古一千二百六十六宗 北京新增四百零七宗 四十八宗屬於社會面港銀 北京市政府說 今輪疫情處於進展期 將會採取更果斷的防疫措施 國際方面 美國民主黨贏得參議院五十席 成功保住控制權 民主黨參議院領袖舒默認為 反映選民拒絕共和黨獨裁政治 至於眾議院的控制權仍然有變數 共和黨未確定穩奪過半數的二百一十八席 眾議院議長 民主黨的佩洛西就說 民主黨不會認輸 美國內華達州民主黨的馬斯托 成功連任參議員 星期日發表勝利演說 說選民表態反對共和黨對墮胎 以及醫療保障等議題的立場 馬斯托為民主黨奪下參議院第五十個議席 意味著無需等待坐自亞洲次輪投票 已經確定民主黨控制參議院 民主黨參議院領袖舒默 亦都說選民不支持共和黨 孫默又批評很多共和黨人做反民主的小動作 例如聲稱上屆總統選舉有舞弊 但沒有證據 又支持或接受 例如衝擊國會等暴力行為 至於眾議院的選情 仍然未完成點票 目前民主黨取得205席 共和黨就有211席 距離過半數的218席 還欠7席 加州是民主黨票倉 今屆在眾議院有52個議席 目前民主黨奪下其中34席 共和黨取得6席 仍然有12席未有結果 兩黨各有6席暫時形勢佔優 成功連任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說選情緊湊 民主黨是不會認輸 有輿論說民主黨領導層老化 82歲的佩洛西強調自己仍然心具影響力 暫時沒有計劃退下來 除了佩洛西之外 總統拜登在接下來的星期天就80歲 而71歲的舒默就比較年輕 無線電視記者陳淑儀報導 稍後有另一節新聞